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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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 Link 他在網路上面的暱稱是阿土伯 大家都知道呢 網站效能在我們的 呃... PHP在網站效能上面 一直都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提升效能的其中一個方法呢 就是用C語言來開發 那接下來呢 阿土伯將為我們介紹 如何用Folcon Framework的核心 來開發屬於自己的PHP Extensions 請大家掌聲鼓勵 喂 這樣可以聽得到齁 這是什麼 這個東西要幫你們帶上 在哪裡啊 就是這個樣子 OK 這樣就可以了嗎 OK 大家好 我是阿土伯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那個 Folcon 不好意思 OK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Folcon PHP這一個 Framework 那它現在是目前呢 它號稱是最快的一個 最快的一個PHP的一個框架 那首先我先簡單自我介紹 我現在是在那個 VVPost公司呢 做技術總監 那主要是用JavaScript在做收銀機 然後 下面是我的一些 一些像Twitter跟Facebook的帳號 那歡迎大家把我加入好友 那我們會後如果你們有 PHP上面的問題 或是Folcon上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 做一些討論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來講這個 Folcon PHP呢 因為呢 在2002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專案 開始於2012年 2012年 對不起講錯 2012年齁 那它那時候 它還是一個非常新的專案 那時候我 我做了一些提交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那時候我是Contributor裡面第四名 可是呢 小弟不才 只經過了一年之後 就被推到第九名 這可見呢 這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一個專案 那 從第四 在一年的時間 可以從第四名跳到第九名 這就可以告訴你說 老師講的真的是對的 學如逆水行舟 不盡則退 然後在我們Open Source 界啊 更是如此 所以呢 如果大家在行有餘力之餘呢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多一多 多對那Open Source 做一些貢獻 可以讓我們這個軟體的 就大家可以多多對那個Open Source 做一些貢獻 這樣子我們在Coding 跟我們的軟體世界 會做的會變得更美好 然後呢 我大概介紹一下今天的主題 其實今天的主題 因為大會的題目是說 叫做Fodcom Kernel 其實今天主題涵蓋三個 就是 我首先 我會很快速的介紹一下 什麼是Fodcom的 Framework 第二個呢 我會帶一下什麼叫做Fodcom Kernel 第三個是 在2012年到2013年這一年間呢 在Fodcom的這個Coding裡面 他做了一個 新的一個Project 叫Netfire 然後所以我會簡單的去介紹一下 Netfire這一個框架 對我們的PHP 帶來怎麼樣 我個人是認為一個很大的一個衝擊 而且我覺得說 甚至可以是說一個 改變我們PHP生態的一個寫作方式 然後 如果大家想要去體驗 Fodcom這個框架的話 我在前幾天 我有Share一個 在Github上Share一個 Development的 那個Virtual Machine的這個專案 所以如果你們有裝 Vagran或是Virtual Bus的話 你們只要用這個專案 就可以 你不用在你的環 你就馬上會有一個 Fodcom的一個開發環境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Fodcom它到底它的主要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點 它是目前最快速的 第二個 它使用最少的記憶體 第三個 它是跨平台的 前面這三點呢 理所當然是因為 它是只用西語言來做實作的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 蠻好的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它 High Decapital 就是它 低偶核 非常的低偶核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整個 Fodcom的 framework 等會我會介紹一下這個概念 最後它是一個 Fodcom的 framework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到目前為止它是1.2.3 它 算是一個全功能的一個 framework 它的component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我們來介紹 給大家有點感覺 就是說 西語言實作 大家都知道說 對西可能有一些憧憬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西到底有多快 這邊是各個語言的 在Face數列40 這樣的一個演算法上面的 的一些效能比較 可能有些人會 有些人會 有些人會 反駁說 好的演算法 其實就可以來 就可以來改善這個 那我這邊講的前提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插進的演算法 到了你的手上 一個不同的實作語言 在C 在Java 在Ruby 在PHP上面 也會有不一樣的效能表現 這時候呢 如果 我們很不幸的寫出了 不好的演算法 那我們就只好靠 西語言來幫你補救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數字可能看起來 比較抽象 把它畫成圖表 就非常戲劇性 你可以看到前幾名 像是 像是C啦 Java Scala NoteJS 表現都非常的好 都 你可以看到幾乎都看不太到 然後呢 敬培末座就是PHP5.3 可是 PHP其實它在 5.4 改進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說 PHP5.3 進步到PHP5.4的時候 效能它改進了四倍以上 也就是 你同樣的PHP程式嘛 你從5.3 升級到PHP5.4的時候 就可以有 四倍的效能改善 所以 如果你們現在的 Server 在 Production上面 我會建議你們 把它升級到 PHP5.4 然後 今天我的 Demo 還有我剛剛給你們的 Developer Box裡面呢 會比較特別是 我為了要表現出 效能低落的樣子 所以我是裝 5.3在裡面 OK 那 看到這麼誇張的圖表 身為一個PHP的寫作者 你可能會很失望說 那怎麼辦 接下來的狀態 我要用C去寫它嗎 那不太可能啊 對不對 這邊還真的是有一個 C的框架 你可能就會用C去想寫一個 Web 可是 相信大部分 除非你C很熟 不然打完招呼 你寫個Hello World之後 你根本就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了 對不對 那 有沒有一個替代方式呢 有的 如果 如果我們把剛剛的廢勢速列 我們把它寫成PHP的intention呢 這個地方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實作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是一個那個地回的寫法 你大部分的廢勢速列不會這樣寫啦 但是我這邊是用地回的方式 所以它非常的沒有效能 OK 可是呢 我們把它寫成一個intention非常的短 接著呢 我在我們的PHP裡面 去呼叫這個intention呢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再去給它benchmark的時候呢 它就得到了跟C語言幾乎等效 也就是它當場變成了第二名 就是 反而都比Java Scala跟NoteJS都還要快 所以 留言終結者不是就講了嗎 只要出問題C4就可以搞定 所以只要你的速度出問題 用C就可以搞定 那 平衡點在哪裡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 不可以用C去寫 不太可以用C去寫Web 所以這個平衡點就出來了 如果有一個Web的框架 它是用C去寫的 可是呢 你的Web的實現 你的Business Logic 你的Model 還是在PHP上面寫作 你就得到一個 既好開發 又有效能的一個平衡點 那麼 它跟各個framework之間的差異有多大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些主流的framework 這是基於Farcom 1.2.3的benchmark 也就是說很新的benchmark 你可以看說 Farcom的在每秒的 可以接受request 大概2400多個request 那靜培末座就是RAM framework 它 每秒大概只能提供 大概300多個request 然後接下來 今天有蠻多主題在講 Lavala Lavala 它大概是400多個request 所以 你用Farcom跟他們比的話 至少你有六倍以上的差異 等於是你的程式碼比他們快六倍 再來 記憶體 一樣 RAM一樣都是健培末座 就是 那Farcom PHP 大概跟主流的framework 你的記憶體至少省三分之一 然後呢 在座可能很多人會不以為意就是說 速度不是問題啊 一台不行 我再開一台機器就好 就是我可以靠EC2 我一直開EC2 Extense 就可以來解決 因為 用錢能夠解決就不是問題嘛 可是大部分的問題是沒有錢啊 但是 有的時候呢 有錢也不能解決問題 什麼時候呢 我們來講 我們來舉例一下說 有可能 你今天的情況是 你要寫一個 Embedded System 我們再舉例好了 RespiritPi 我可能我要做一個 Embedded System 它的resource是有限的 比如說我們再來看 這邊是我簡單配置的 一個RespiritPi的resource 它是Debian 7 然後呢 用PHP5.4 然後它的CPU只有 注意 CPU只有Arm Sys的700 然後Ram只有512MbR 在這樣的極端的環境之下 你總不能告訴你的客戶說 你買了我家的BT Server 買了我家的防火牆 速度慢 你Cluster 家裡的客廳不可能 買好幾個防火牆 只是因為你的 網路管理界面非常的慢吧 所以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種慢速的設備呢 效能的 就不是剛剛的3倍5倍 而是30倍 你可以看到 用Focom在寫 程式的時候 它每秒鐘呢 在RespiritPi可以接受 67個request 可是呢 你看現在像這種 Dalavel 或者像 CI 都只剩下2.8 5.4 這就為什麼 有時候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有些的那種 防火牆 有 不要說什麼 像我叫buffler的那個AP 你去做一個設定 按個enter 按個summit 然後就要等個2-3秒 才等它開始 對不對 你就是1秒鐘就只能 應付2-3個request 更慘的是 如果像我這邊 我用rotate 去打它的話 它記憶體 你看到沒有 Lalavel 吃到300多Mbps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的box 只有512Mbps 很小的一個理念 就是說 它的每一個元件 你可能會在座各位 可能不見得是 facom framework的使用者 可是你可以把它想像一下 就是說 你們 不管你們在用哪一個 framework 你都使用到了PDO 你都使用到了CUIL 這些intention呢 其實它是跟著PHP的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 framework 裡面去使用 那facom這個核心 這個code team 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他們就是希望達到這樣的目的 所以呢 它的每一個component 都是decover的 也就是你可以在你的任何程式裡面 去獨立使用它 比如說 我這邊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validation 你可能你要做一些 form的檢查 你即使你是 你可能是一個 share script 或是你用自己的framework 你一樣可以直接使用到 facom的 validation的class 因為它 它是跟著PHP的 你們把它觀念想像成 就像CUIL 就像PDO 它是framework無關的東西 OK 然後 它現在到一點多版的時候 它的官方網站 它就講了這樣的slogan 叫everything you need 等於是 它已經不再是一個 當去年我來介紹的時候 我說它是一個小的框架 今年你再去看它的網站的時候 它已經是一個大的框架 它幾乎包山包海了 等於它所有的功能 它都把它涵蓋 比如說 它包含了一個叫single 跟multi module的mvc application 這個是什麼意思的 就是說 有時候你有一些網站 你可能會希望你的一個project 它有分前台 後台service 那等於是你有三個的 你可能有些三個 烙聽路 你可以利用這個multi module的方式 把你的程式切割成三份 可是是跑在同一個project裡面 然後再來呢 它有提供像Synetra Slim 或Express.js的這種 這種micro application 所以你很輕易的 就可以去寫一個 RESTful的application 再來呢就是 dependency injection 跟container 這很重要 今天下午會講的像 Lelavell啦 這種框架 都非常強調DI跟IOC 這個是在現在主流語言裡面 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 Universal的Auto loader 這個地方你可以用它 那我會比較建議說 你也可以跟composer使用 現在的那些裝案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用composer 去管理你們的裝案 再來就是event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它會讓你的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框架裡面 會大量使用到dependency injection 跟大量使用到event 它才會讓你的專案 它才會讓你的application 非常的有彈性 非常的未來很容易去管理 跟擴展 然後它有完整的ORM 那它的ORM呢 它也支援了像 MySQL Postgres Postgres這邊 特別打信號 是廣告一下 Postgres呢 Marty Schema的這個實作 就是阿土伯提交的 所以我這邊就特別 廣告一下 再來就是SQL line的support 然後呢 它到 它也support了像這種 NoSQL的MongoDB 所以呢 你可以在NoSQL 你也可以在 FACON裡面使用它的ODM模組 那剛才講到 每一個東西都是獨立的component嘛 所以我把一個東西 特別拉出來看 就像 應該現在沒有人 還在用smarty tember engine了吧 但是 就是 以前PHA很流行說 到處都有tember engine 所以呢 我這邊要強調就是 它是framework無關的 只要用在你的專案呢 你可能就會用到一個tember engine 那 它也做了一個tember engine 叫做Vault 那這個tember engine呢 非常的快速 因為呢 它全部就是用C寫出來的 所以這個tember engine非常的快 那 有些人可能會 不服氣說 TWi也是阿 TWiG也是嘛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intention 可是如果你去看 TWiG的intention 你會發現到說 它只有一個function 是用C寫 大部分的邏輯 它還是寫在PHP 所以它的速度 並沒有很顯著的提升 但是這個Vault非常的快 那它的語法 你可以看到下面 它其實跟TWiG都差不多 大同小異 OK 然後呢 它也 大家都希望一個框架 能夠讓你快速上手 所以它也提供了 development的tools 像它有一個web-based的 它可以讓你快速的去產生出controller 讓你快速的去產生出model 快速的去管理database migration 它有一個web-based的tools 那身為一個技術宅 它也有一個commonite的tools 這個我就非常喜歡 所以你可以在commonite上面去 去jam一些controller 去jam一些model 去做一些database買規選 OK 最後呢 講一下這個console application 我們常常看到說 你們會在 我們會有一些console程式 會需要用PHP去寫 那因為既然它是decoupled 所以你當然就可以利用它的coi的component 來輔助你去寫出一些console application 那這邊我會把它拉出來講的原因呢 就是 這也是我寫的 這也是我提交的 所以還是 大家可以試試看一下 就是這邊有一個簡單的source code 就是你可以去寫一個coi的launcher 然後呢 接著呢 你可以去實做一些task 然後藉由剛剛寫的這個launcher 它自動會利用我們剛剛講到的那個dependency ingestion 跟container 幫你找到對應的task 然後幫你去execute裡面的對應的action OK 所以 剛剛 簡單介紹了一下這個facom的這個framework 它是 它的官方網站的文件非常的齊全 而且 如果你們去查一下說如果大家 大陸 大陸 我們的大陸 大陸同胞有幫我們翻譯了中文的文件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 初期要快速上手 你們可以去先看一下文件 所以我今天我不在上面做太多的demo 因為這個框架 就是 就非常的 已經非常成熟了 我們會回過頭來去介紹一個主題 就是 今天我們看到這個框架 它是用c去寫的 那 你們會這樣想 可能是我技術宅時候這樣想 就是說 你們不會去好奇是說 欸 那它究竟是怎麼去把它寫出來的呢 為什麼它有勇氣 用c去寫一個這麼大的框架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去trace它的這個sauce code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說 欸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facom kernel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 這個facom kernel很有趣就是 在2012年之前呢 其實我們是從sauce code裡面挖出來的 當初並沒有這個project 在facom裡面也沒有這個project 所以我們把它挖出來的時候呢 我就在github上面就開了一個project 就叫做facom kernel 這個project 然後很巧是ent 它在同一樣php conference的 去年的conference 它也講了一個專案叫做 php wall attention的 那我們兩個都是基於這個facom kernel裡面 這個sauce tree去把它挖出來做成的專案 那也很巧的是 我們這兩個專案同時生也同時死掉了 因為 也不需要maintain它了 為什麼不需要 為什麼我們說我們這兩個專案死掉呢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現在你到 你到了那個facom的sauce code裡面 sauce tree裡面去看到說 欸 當初我們挖出來的那個kernel那個目錄啊 跑出一個叫readme啊 也就是說 官方他也 已經也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就 我的facom kernel 它就是一個meta framework 它輔助你去寫 c的intention 所以呢 今年就是說 它的特色大概就是 剛才寫的那一段英文就告訴你 我們就基於Zen API 提供大量的help function 跟大量的macos 然後呢 讓你去 用php的style 去寫c的intention 這是它的目標啦 然後 既然它一直講 Zen API 那我們就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lan API 大家眼皮忍耐一下 接下來會很 很極端的無聊 OK 什麼是lan API呢 如果你們剛剛看到 剛剛前一場 Elon Ong他們在demo PHPinfo的時候 你應該會看到 都會看到這個logo RAN Engine 2 這個logo 這就是PHP的核心 就是它裡面呢 就叫做 它裡面呢 提供的 讓我們去開發 用的 API 就叫做lan API 然後lan API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們今天 想要去開發 intention 你一定要跟它打交道 就是 ZVAL 這一個 這個struture 大家都知道 PHP是一個 Dynamic Type 的一個language 為什麼它可以 Dynamic Type 因為它有一個叫 Value的這個struture 它其實它裡面 這個struture裡面 封裝了 Long、Double、Stream、Hatch Table 跟Object 也就是說 其實你在 對一個PHP的變數 你指定它是 Integer的時候 它就把它丟進 Long 你指定它是一個 Floating的時候 它就丟到Double 你指定它是一個 Stream的時候 它就丟到 這個str 你說它是個array的時候 它就丟進 Hatch Table裡面 所以 它裡面呢 封裝了這樣的一個 Structure 而我們對應到的 這個變數呢 就是下面這一個 Structure 它裡面就是一個 Value 還有一個叫 Reference Count 還有一個Type 跟It's Reference 這個地方呢 也就解釋了 為什麼 PHP 它的Cobbaging 的Collision 是使用 Reference Count 如果你的變數 有被別人參考到 它就不會自動幫你做 資源回收 OK 所以 也沒有那麼難 就是 如果我們宣告一個 Greeting這樣的一個 ZVAL的指標的話 就相當於在PHP 打一個前字號 Greeting OK 那 它的Data Type是 資源像剛才提到 Long Booling Double Stream 還有一個No 那它有對應的一些Markle 所以 我 這些表格 你們 我只幫你把它整理起來 如果你們真的有在寫的時候 你會很感激我幫你整理好了 反正 你就不用去 去Source Code裡面翻 OK 那它對應的那些Markle 就是 如果你要去 去Declare 或是Initial一個值的話 就會對應到 這些各個行別 都有它各個行別的 一些Markle 還有它的一些 一些Type的檢查 然後呢 它的Return 也會有各自的 對應的Markle 所以你在寫C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 做這樣的一個 行別 都要非常注意 那 這個 既然剛才講到是Lang API 那發空Kernel 又提供了什麼呢 發空Kernel 它提供了一個 Memory的Management的機制 就是 如果你在寫Lang API 就發現到 記憶體的釋放 是非常 無聊的 所以呢 它提供了一個 很好的方法 就是像下面 下面有一個叫 MMGrow 這個機制 等於是你進到 你的Function裡面 就呼叫它 接著呢 你在使用到任何變數的時候 你就用Init VAR 這樣的一個Markle 離開的時候 你就直接返回 那 被你Initial到的所有變數 再離開之後 它自動會幫你釋放掉 所以至少 你寫一個 寫一個Attention的時候 不會有Memory leak 因為你要想想看說 你的這個Attention 你竟然跟著PHP 掛在一起 你的Attention 如果Memory 可能就看到 這個網站 你的記憶體就一直長得長 永遠不會被窒息掉 然後接著這個 就進Swap了 那 這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 Memory管理的一個Sample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一個 進入Function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MMGrow 接著我們Initial 這個Greeting 然後為它配置成一個字串 再來呢 我們說 我們Function返回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Restore 它就會Release 所有被Initial到的 Valueable的Memory 那寫了這麼多呢 它其實PHP就是一行 所以為什麼寫C是乏味 就是因為你寫PHP 這一行呢 相當於剛剛的這一堆碼 但是沒辦法 這就是C OK 那它也提供了一些 像Stream的一些helper 就是如果我們要做一些自串的 concate 的話 也是非常的無聊 如果你用標準的RAM API 很無聊 因為它一次只能一個變數 兩個變數相加 自串相加 可是呢 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變數加自串 自串加變數 然後兜成一串長自串 那它提供了哪些helper呢 它提供了一個變態的排列組合 那這個組合應該還會繼續再增加下去 就是 就是 就是反正你想得到的排列組合 它都幫你做好 那你就會變得很直覺嘛 就我就不用 變得一個一個statement這樣呼叫 沒有 我就比如說像前面這個 我就先解釋第一個 使主因再加一個變數 使主因加一個變數再加一個使主因 使主因加一個變數加使主因再加一個變數 OK 那 這一組我看它會繼續再一直 應該會再長下去了 所以 它變得很方便 雖然很雖然非常的醜陋 也非常的 但是它就是非常的方便 OK 因為你看回到剛剛來 兩個自串相加就要寫四行 對不對 那這些排列組合你只要寫一行 那再來就是array 在php 因為我們會大量使用到array 那array的使用呢 在lan API 裡面也非常的乏味 所以它把它轉換成說 很像你在寫php 都把它變成是一個一個的function而已 就比如說 and next index long 跟stream php的array 有分為 index的array 或者是一個htable 所以我們的key 當然可以是 是一個integer 或者是一個stream 它就提供了 這邊我就不解釋 它就提供了你 initia 提供了你去add 提供你get 提供你add 提供你add 提供你except 或onset 的一些helper function 再來就是 我們可能會去call 外圍的php層次 那它也幫你做了一堆 變態的排列組合 因為 在那個lan裡面很無聊 它就幫你做了排列組合 比如說我要call function call function no return call function 有一個參數 call function有一個參數 沒有return 然後它接著也是出現一堆 因為排列組合就是 它目前好像是排列到 組合到四個參數還是五個參數了 就要越長 但是 就變得很方便 就是你在寫的時候 就變得很直覺 剛剛的這個fopen 這是php的程式 我們fopen 然後傳兩個參數 然後fclose傳一個參數 如果你用它的話 就變f facom call function perimus 2 no return 就 它盡量讓你感覺上 雖然是寫C 可是 不要跟php有這麼大的一個差異 然後call master也是 就是你可以去呼叫一個 object裡面的一個master OK那這邊大概就是一個call master的一個範例 好 可以起床 最困苦的已經過去了 這邊其實 直接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 什麼是lan API 什麼是facom的kernel 然後呢 我本來我要做一下這個validate 那個c9s有一個專案是php寫的 我把它給 用facom kernel 我再去年把它porting成C的一個attention 那你可以看到 有些 有些的那個validation裡面的validator 非常簡單 比如像字串的檢查 email的檢查 它的php碼非常的短 連這麼短的一個程式 你從php把它porting到C 就可以快三倍 那如果你的程式夠大 那它的 它改善的這個效能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可觀 那因為我本來要demo 那我想就不要demo了 我們進入下一個主題 就是 寫C就跟談戀愛很像 就是 你會很期待 但是又很怕受傷害 就是你覺得說 每一個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工程師 都有一個願景 就是我也 我也很想要來寫C 可是 你不知道怎麼做 怎麼去入門 甚至於 大部分人對C應該是略懂略懂而已 就是 反正是學校有上課 那 它可能在你的生活裡面 可能 好像跟你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所以 既然有個facom kernel 居然在去年 連我們 都可以想到說 facom kernel可以來幹一些壞事 那它的核心小組 怎麼可能會沒想到呢 所以呢 它起了一個專案 叫 這樣的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呢 那 那我是覺得說 我現在可以 大膽的假設 它應該就是 the future the future of the PHP OK 就是 大DSL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說 寫JavaScript 我們 在寫JavaScript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 JavaScript是 堅設的 是很多backpart 所以呢 你就會去投靠 CoffeeScript LightScript TiteScript 一樣的 寫Java的呢 我們有scala 我們有graphy 有closure可以去使用 如果你們今天有用liners 你在寫GNUM的up G-Object C的時候呢 有一個project就叫做vara 那 什麼是 Zephyl呢 它就是Lang Engine的C 那 它做了什麼事情呢 它為什麼取這個 這麼堅設的名字 其實這些 取專案的人都很喜歡搞這種 惡趣味 就是 Zephyl就是Lang Engine PHP Intermediate 就是它是介於PHP跟Rang Engine 的中間者 OK 那它做了什麼事情呢 它希望提供你一個 High Level的Language 那 多High Level呢 它幾乎跟PHP的Synthes 是相同的 那就夠High Level了 對不對 第二個 它會把你剛剛的 類似PHP的 程式碼 generate出 C的程式碼 接著 你就可以直接丟到GCC C-Lang 跟VisualC++去compile 成Native的Code 所以這就是它的 情境 它會最佳化你的程式碼 然後Code券 接著呢 產生出C的程式碼 然後再丟給GCC去做compile 就會產生一個NativeCode 那我們來看看說 它到底有多簡單 為什麼這個專案讓人非常的興奮呢 這是它的 一個Hello World的程式碼 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做到下一頁 你們就緩昂大悟了 你如果把它加上一個PHP 其實就是PHP的Hello World 它跟PHP 如出一測喔 所以 那麼 我們來看看這樣的一個Hello World 它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程式碼呢 它會幫我們產生出 剛剛你們快要睡著的那一堆 FACOM Kernel的SourceCode 有沒有 我們就會 去幫你 進一些 然後幫你去做一些 C的Code 接著 就產生出來了 這地方為了讓大家有感覺 我快速的去DEMO一下給大家看 喔喔 我剛才忘記把VM先打開 OK那這邊可能要開30秒繼續講下一頁 等一下再回來DEMO 我的MAC掛掉了 我的MAC掛掉了 OH SHIT 哇塞 欸都沒有再打出來了喔 真 萬事 可能是因為我貼了這個 拆大埔的貼紙的關係 拆大埔的貼紙的關係 我的PowerPoint掛掉了 那行啦 呃 我們看看這個VM已經開起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進到這個VM裡面來 我們呢 我們呢要開始一個 let file的專案呢 非常的簡單 你就建一個紙目錄之後呢 打一個叫 let file 立一 phir init 它就會幫你 initial 基本的配置 哪些配置呢 它會幫你initial一個叫 config.json 還有會有一個叫 會有一個est的紙目錄 這個est的紙目錄 這個est的紙目錄裡面 就含了我剛剛講的 發控 kernel的sauce code 所以呢接下來呢 我們就只要去寫 我們 它的副檔名叫做vep啦 就是我們就要寫一個hello.vep 你可以看到 誒 這是我們標準的hello.word的程式嘛 它跟php很像 我們今天如果把它加成 加了一個 這樣其實連php就可以跑了 所以它的synthes跟php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這樣的一個程式嘛 我們如果今天透過它 來幫我們compile 來幫我們compile 它會做出什麼事呢 它會產生出 有沒有看到 它幫我們產生出一個hello.word.c 那你可以看到 剛剛講那麼多 無味的這種mm grow initial var config 那些變態的config svs 它也都幫你產生好 最後會幫你做restore 所以 剛剛這樣的動作呢 它就等於是它幫我產生出了一個 我們只花了大概30秒 我們就做出一個test.so 這就已經是一個php的attention 你就可以掛進php裡面去了 我的powerpoint掛掉了怎麼辦 幸好我有產生pdf檔案 這個microsoft的東西啊 就算寫到mac還是個垃圾 OK 它幾乎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有沒有幾乎就跟php的synthes是一樣的 那我們很快速的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你以為其實你在寫php 因為它synthes幾乎是跟php一樣 其實你在寫的是c啊 OK 因為它產生出來就是c 就是給lan engine用的 那它有哪些主要的功能呢 第一個 它提供了static type 也就是說 你一樣可以宣告c這邊的static type 一樣你可以寫php這一端的dynamic type 所以它提供了static type跟dynamic type 第二個 這個 你們剛剛已經在剛才的sample裡面應該看到 它會做自動的記憶體管理 再來呢 它讓你可以很方便的用php去寫出一些 library出來給c去寫 然後它的synthes呢 它是說它參考了c 參考了php 參考了rust rust是什麼 rust是一個mozilla的 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project 很像google的go 但是base是mozilla的 那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去參考rust 其實這也沒什麼能用 ok 它有講到一個好處 那我這邊我是把它打了六七個問號 就是說 它說讓你的code比較好debug 其實我們都知道像這種dsl 就是像這種coffee script 產生出java script 或是light script產生出java script 它都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怎麼會好debug呢 當你沒有sauce map的時候 錯的是產生出來這根code 我怎麼去找回原來我寫在 寫在這個dsl裡面到底是哪一句 所以其實 程式碼一大其實不是很好debug ok 那它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基本的慣例就是 你的命名規則它有受限 它有慣例 然後呢每一個檔案都必須要有一個class 這地方它是參考java的 然後 每一個class呢 都必須要有一個namespace 這地方也是參考java的 ok 但是呢 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的目錄的結構呢 跟它的檔案命名規則呢 卻不是參考ps啊 也就是說 它的目錄呢 大小寫是 跟你的class是可以不用 有絕對關係的 那它的變數宣告 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就很像你在 PHP裡面就打VAR ABC 或是你可以寫在一起 也可以寫成一行 然後你在宣告變數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直接給它一個default value 然後 你在變數 在assile 或者是你再去modify 或change這個value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要用一個let這個keyword 其實這可以想像 你還 回想到 如果剛剛你沒有睡著的話 你看facom color這部分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都是一個function code 有沒有 你要去操作一個array 也要互加一個function 你要去操作一個object 也要互加一個function 你要去操作 所以你要去操作 這個let的keyword 就可以來產生對應的function 那它提供的type 我想我們就不要去多解釋 這邊的dynamic type 就跟PHP的dynamic type 是一模一樣的 等於PHP的所有type 它都support 那stative type就是c的stative type 所以c裡面的type 它都support OK 那我們來看看它array 它array怎麼宣告 很像javascript 用腳括號 OK 這樣宣告出來的話 就是一個index的array 然後呢 你一樣可以混合型別 因為PHP的array 是可以混合型別的嘛 對不對 但是 比較特別的是hash table 它的h table呢 它的宣告方式是 key 冒號 value key 然後是用腳括號 我也不懂為什麼它要發明這樣 就是說 它又不像PHP 你PHP如果是用 這個胖劍頭 那就帥了 那不然你就把腳括號改成 大括號不就像jackson嗎 啊不是 它就自己又發明了一個 非常很有個性的一個 hash table的宣告方式 然後for for這個地方它就接近 現在很多這種modern的dsl 像covid script 所以它的for呢 就是都用for in 所以你可以去直接去 for icon in 一個array 你也可以for icon in 一個hash 再來 cofunction cofunction聽到這邊 其實你們應該就會 所以就高潮了 就是 cofunction變得很簡單 就是 就跟你在寫PHP一樣 它在compile的時候呢 它如果發現這個function 並不是在netfile裡面被宣告的話呢 它就假設它就是PHP的function了 所以你在寫程式的碼的時候呢 你就直接把它當成你在寫PHP的程式就對了 因為你看像這個什麼 strlen bass64 in code 你就這樣寫就好了 它最終就會幫你產生成C ok 所以 你就會發現到說 其實利用這個 我們就可以幹很多壞事 看哪些壞事呢 幹壞事是進步人員動力嘛 第一個 我們就可以來說 我們可以來demo一下說 效能的改善 這已經無庸置疑了 有時候如果妳的產品 必須要裝到客戶端 但是妳的產品呢 妳又不想讓人家看到妳的source code 那妳是不是就可以簡單的 把妳的source code做隱藏 那就簡單的做一個code encoder跟decoder 那如果妳有心 我這邊是講說妳有心妳的INQ都不用買了 因為妳自己就可以做出 妳自己就已經把妳的code compile 了嘛 那我們這邊就來做一個簡單的demo 就我們花兩分鐘寫一個encoder出來 這邊我做了一個叫simpleencoder 這個地方為了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那麼簡單 所以我故意先用PHP寫 這種light coding實在是 風險好大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寫太多的演算法 因為這樣子會浪費很多篇幅 所以我這邊講說 我的encoder就很簡單 我只是把智串做rot13 然後呢把它base64 encode一下 這樣就好了 那我的decoder就很簡單 就一樣就是把它反轉回來 然後我支援encode一個file 所以呢妳就可以去 把妳的某一個檔案把它encode起來 然後再執行之世界 再把它給decode出來 所以它的decoder也變得很簡單 這不是一個production的encoder跟decoder 我只要示範說 這樣的程式法怎麼會這麼好寫 你們到時候 你們可以把這邊直接用那個mcrypt 你用mcrypt啦 用aes256去把它做加密 對不對這樣就很安全了 相信Alan Ong他們 剛剛demo到說密碼是明碼 你自己 不單是 你可以用自己的演算法去把它加密 而這演算法又是被 可以用c寫成attention 那我們可以再跟Alan Ong再挑戰看看 那這邊簡單 這是php的程式碼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看我們怎麼把它寫成 letfile的程式碼 這是一個空的目錄 那我們一樣跟剛剛一樣 就是我們都是 接下來letfile init 它就會幫我們產生出 產生出基本的 的殼出來 接著呢 我們就進到這個 裡面 我剛才不是講到說 它的synthes幾乎跟php一樣嗎 所以為了知道 讓大家知道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從php裡面 我們把source code call過來 這是php的喔 有沒有 我們裡面放了很多的php 接著呢 我們把它rename 成 它的副檔名叫做zep 然後 只要把header拿掉就好了 然後呢 有些不一樣啦 這個datersign 我們把它拿掉 這個datersign 我們把它拿掉 因為這是個variable 所以我們宣告var 然後剛剛有提到說 所有的assignment 要用let ok 然後變數是需要被宣告的 所以var buf ok 因為encodefile 這邊我沒用到 為了現在時間不太夠 所以我把它幹掉 再讓它扣短一點 ok 這樣我們的encoder就 就從php 改寫成 letfile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decoder 一樣 把這個php頭拿掉 然後 一樣把那個decodefile 先拿掉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不夠 ok 程式寫完了 然後呢 我們就 就可以打 letfile compile ok 它就 比到 比到你們在compile 任何什麼 MySQL的module 或是compileMungle module for php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它跳到 它跳回這個share prompt的話 就代表 坎派完成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看 我們是不是有產生一個叫做 module的 看到沒有 我們就寫到一個叫 simpleencoder.so 然後 我們再把這個so檔 code到 user library php file 這裡面 ok 我這邊也code一下 simpleencoder.so 然後 然後 我們這邊寫了一個簡單的testercode 因為我要demo 所以用dynamic的 download load 它 是不是就跟php很像 那我這邊 要寫XXX 我寫哈囉 我們會先把incode成這一串 然後呢 再decode回rworld 所以 你的encoder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還有幾頁 因為我的powerpoint已經down掉 所以我以為沒有啦 所以我們這邊下一個slogan 就是b2p go back to php ok 然後呢 你們可能會問說 那這些file 它成不成熟呢 你可以知道說 Fatcom的2.0這個project 目前是1.2.3 那它的2.0呢 它已經全面使用 lightfile去做改寫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改寫之後的這個效能差異呢 只差了一點點 畢竟是cojan出來的嘛 可能會比較 沒有人工智慧這麼高嘛 那 可是只差一點點 那它的memory使用呢 也只差一點點 所以呢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它的官方算是講說 目前這個project 它是在一個alpha的stage 也就是說 這個cojan的部分呢 它的語法一直在演進 所以呢 它還是一個alpha的stage 可是呢 Fatcom kernel 我剛剛的前十分鐘講說 Fatcom kernel本身是stable的 所以呢 如果你具備C的能 一點點掠懂掠懂的能力的話 你去review一下 它見出來的C 如果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你的程式嘛 就是production的 production ready的 OK 所以 什麼都掠懂一點 那生活就會多彩一點 OK 謝謝 謝謝阿土伯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說 那我們下一場大概三分鐘之後就開始了 那大家換場的話請盡快 然後呢 我們今天晚上呢 我們會有我們的晚宴 那各的講師呢 都會參與我們的晚宴 如果大家想要跟講師多多聊天的話 請大家可以到我們櫃台報名今天晚上的參會 謝謝